竹山镇富州社区在107年度为福部全国社区选拔当中 荣获同职卓越奖 吸引全国很多社区前来采访取经 日前桃园市平镇十六社区就特别来参观交流 希望能够相互提升社区发展 桃园市平镇十六社区日前来到竹山富州社区参访 除了参观在地优质农特产品之外 还提取社区理事长陈朝焚介绍社区 也教大家亲手执着小竹山 让平镇十六社区的人员收获满满 经过我们县府跟我们大力的帖子 我们社区有了相当的成就以后 现在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很多社区来到我们这边参访 像今天平镇区公所 以前的大西区公所 好多好多公所都带队来到我们社区来 来到我们这边参访以后 也在这边带动了我们这里产业的发展 过满了很多的产业回去 就是我们社区最近来受到各界的指导 让我们能够在社区的发展 跟社区的产业方面都有属主的进步 也因为在107年度 卫福部全国社区选拔之中 竹山富州社区融获同职卓越奖 是全国为二之一 所以吸引到全国很多社区参访取经 日前桃源市平镇16社区就特别来参观交流 希望能够互相提升社区的发展 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偏偏的地方居然会出现一个卓越奖 所以我们平镇区公所 16个社区发展协会就一致决议要来这边学习 来这边看到真的是发展非常的完善 它发展自己的特色 像农特产品 平镇的话农特产品是由农会在组织 但是我刚才有问一下 私底下问一下我们的理事长 他说他的农特产品 有八成以上都是自己在做 这也让我们很配合 能够发展自己的特色 那我们来这边真的是学习 到蛮多的经验 今天刚好由我们桃源市平镇区 邱秘书带领的16个社区的干部 理事长来到我们护州社区来参访以及观谋 尤其是平镇区是一个都市型的社区的一些发展的面向 跟我们护州社区是属于农村型的 那这个互相交流之后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有一个好的互动 能够一起发展更多的多多元的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社区的福利项目 一个社区能够得到全国同职卓越奖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社区有特色之外 也要是居每个人通力合作 群策群力 辅助社区希望和全国社区互相交流 共同提升社区的发展 记者桑清福 竹山采访报导